在我以前的职业生涯里面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摄影师 设计师他只喜欢一个你 他会习惯了你最好卖的那一副表情 这句话可能有一点点难听 但是是我自己 就是比如说我会有一个固定的表情 那他就是觉得这个表情他们最喜欢 然后我发现我今天拍这个摄影师 是这个表情 我明天拍这个摄影师 他们还是会看到这个表情较好 然后我天天拍这个表情 我已经拍到了麻木了 然后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次我拍了一个饰品的一个品牌 然后那个摄影师 那个设计师他在旁边 他突然跟我说你能不能笑一下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会笑了 对就是圈在里面 我是刘文的中粉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他 然后他的每一条微博我会去看 然后他的纪录片什么的我都会去看 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样的困扰 反正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困扰的 我觉得很多人听到摩特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花瓶了 然后我知道可能一己之力去说这句话有点微不足道 但是还是得说 如果你真的只是安安分分的想要把摩特当做一个自己的爱好 或者是事业去做的话 你是可以非常干净的生活在这个圈子里面的 并没有什么潜规则 我们班的同学29个人都很干净 我可以说这句话 真的 跟普通的大学是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对于摩特他是脏乱差的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做摩特是一个很值得被尊敬的一个行业 对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镜头下面很自然的表达自己的 你知道你被拍的时候会有那种闪光灯咔咔咔 每咔一下你都有喜悦感 就是这种感受 就是你每咔一下不管他好不好看 不管别人认不认可 你都很开心发自内心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后面不想把它变成我的全职 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再继续一直做这件事情 我可能有一天就没有那种就麻木了 我不想 对我希望自己有一份其他的工作 然后我也可以把摩特当做爱好 就没有任何的负担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去享受每一次咔咔咔那种感觉 最经典的那一位一定是我爸爸 他没有骂过 他只是会从来不认可 不屑 然后特别讨厌我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说你是一个模特 诶 举个例子 就是我的专业不是叫服装设计与表演吗 他每次带我出去拜亲戚的时候啊 见朋友的时候都会说他是学服装设计的 虽然我确实是学服装设计的 我拿的文凭也是服装设计师毕业 但是我觉得 我特别认可我作为一个模特的身份和我学的是这个专业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就是老一辈的那种思想 而且他又是一个军人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善目的台面的 然后我就天天跟他拜拜拜拜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从来没有表白症过 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 我七七八八这些年我也拍过很多海报啊 这些品牌啊这样子 然后呢 有些时候这些品牌的海报也会被展示出来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的一个海报展示在广州的那个商场叫太古会 然后有一天我跟他逛街路过了 他看到了 他看了一眼说 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往这道我也可以拍啊 谁不可以拍 他就是从来没有认可过你这件事情 你就觉得 对 其实我觉得后面我为什么不继续做模特 有百分之 百分之六七十原因可能也有这个吧 我觉得我做过最成功的事情是 我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爱过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 对 那海里面你刚当时刚刚问我说 哎你做过什么成功的事情 那我可能会想我拍过什么东西 我可能会想我考上了什么学校等等等等 但我觉得我真正 我特别发自内心一直想说的 其实就是我 我觉得我很深刻的爱过一个男生 我觉得那一段感情非常的美好 然后但是后面也非常的痛苦 然后我觉得也是他造就了现在的我 所以我觉得他是我迄今为止做过最成功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有个词叫做什么吗 一眼万年 是个很烂俗的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只有言情小说里面才会有人写什么 一眼万年 你看到这个人就觉得 呃就是他 我感受过 反正18年的时候 就一推开那个KTV的门 有男生坐在那 看了一眼 不错 但是呢 矜持一点嘛 然后我就 我就 什么表现都没有 摩羯女 然后我就在旁边坐下了 他当时在这个卷烟呢 就是很 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是拿那种烟草啊 然后那里卷烟 然后就很多这种女生的好奇心 然后我就问他 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教我 然后他 他教完我之后 他就来找我聊天 然后他当时就问我说 一些模特的事情 聊了没两句话 他就加我微信了 就这样 就是 我现在倒过去想 包括跟朋友聊天 他们都会觉得那是件很神奇的事情 因为他在遇到我之前 呃 有一段时间了吧 他出去都是属于那种 斋男 就是那种和尚的 那种状态 就女生来找他 他都很 就是不搭理的那种 然后我也是 处于那样的状态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 就这样 就开始了 他加入我微信之后 我们那天本来在KTV嘛 然后没有玩开心 然后我们一群人又跑去 蹦迪 然后 蹦迪就玩得特别的开心 第二天他就约我吃饭 我是一个工作狂 我有特别多的工作 然后我没有时间 我就一直在拒绝他 但其实我很想去 但是我就一直在拒绝他 然后后面他也约到我 然后我们就 相处了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我也忘了 然后他就跟我告白了 然后 是逼着跟我告白的 因为我当时 我是一个觉得 我觉得谈恋爱是件非常慎重的事情 我觉得不可以恶惜 然后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跟我告白 我答应你了 我们就有点恶戏了 我觉得 而且当时喝醉了 我觉得我得清醒的 跟你去聊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跟我耍赖 他就坐在广州嘛 花城会 他就坐在花城会 那个时间那里 就这样子咬我 不行 你今天必须得答应我 你今天不答应我 你不能走 你就死活 你今天得答应我 然后其实我很喜欢他 然后我就 好 谈恋吧 就这样 在异国之前 我们两个度过了 简直是完美情侣的六个月 就是那种酸到 周围所有的朋友 都不想跟我们玩的那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感情 只能存活在大学时光 因为那个时候 无忧无虑 我对自己没有深刻的认知 然后我不是在做模特嘛 所以我做模特 我也可以说 挣一点外快那个样子 然后他的话 他父母的话 会给他一些钱 然后我们就每天都出去 吃喝玩乐 然后特别特别的开心 这样子 我跟他从来没有吵架 就是在他去美国之前 我们从来没有吵架 就太快乐了 然后是他去美国之后 一个多月两个月的 那个时候就经常吵架 他走了以后 我身边就少了一块了 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认识 我是谁了 哦 我记得有一句话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 在我跟他分手了 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状态好起来之后 我出去见朋友 他们跟我说 这是刘元呢 他说 你现在才是刘元 以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只是指导 你是张成新女朋友 也就是这句话 我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做错 我觉得分对了 对 在北京这边 有些时候会没有归属感 有一天突然很当的时候 刚把自己治愈完 我一个朋友 发了他的照片给我 因为他们俩在一张酒桌上喝酒 然后我朋友就发过来给我看 然后当时 一看到他的照片就哭了 就是也没有掉下来 就在眼睛里面打转 你要知道我那一天前面 可能半个小时前 我的状态都是那种 我觉得怀疑人生 但我都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掉的那种 然后半个小时以后 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我看到他的照片我就不行了 就只是一张照片 还不是正脸 是他低头站到玩手机 别人拍了发怪给我 就告诉我一声 然后当时 直接无语 然后那天晚上就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然后就给那个发照片 给我的那个朋友打电话 然后他给我发照片的原因是 他其实觉得已经 我已经放下了 我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放下了 然后他那天问我 你没放下吗 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一天 再往前一天 我可能都会跟他说我放下了 刚刚好就是那一天 我觉得此时此刻的我自己 不是说很强大 但起码已经能强大到承认这件事情 就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喜欢和爱过这个男生 然后我也不敢见他 是因为我怕他破灭了我对于这段感情的美好幻想 我在跟两年前的那个男生分手以后 我会觉得说我要么不谈 我要么我就要谈一个 我觉得可以一辈子在一起的人 因为那一段感情太伤心了 然后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对所以说在后面两年我都没有谈恋爱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没有遇到一个那种 可以跟我结婚的人 我跟他都是广州的 然后在谈恋爱之前 其实我对他不是那种 就是说一见钟情啊 或者是我碰碰碰 我就很喜欢他 我反而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两个有一直的聊天聊天聊天 然后呢他又会跟我去强调 我们很有未来 分手原因就是很简单 他的父母觉得我们两个不同行业 然后偏差太大 然后他接下来还要读硕士 读博士 可能还要读到博士后 他是学医的 然后我是学艺术的 那我们行业偏差的太大了 不太合适 他的爸妈就觉得 然后呢他是今年收到了伟大的录取 然后我是收到轮毅的录取 然后呢他一直都很希望说能够把我告诉他的父母 而且我也不是说了嘛 一开始就说的是说奔着结婚去了什么的 然后他就在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觉得这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他心里的大事情也落地了 那他可以去跟他的父母摊牌了 他是这样觉得的 然后他当天早上就兴高采烈的跟他妈妈说了这件事情 就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 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说 啊我很开心你能够 你愿意去跟我们讲 你遇到的一些感情上的事情 我们很乐意去听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就把他拉回家 爸爸妈妈一起开了个会 就跟他分析说 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适合你 对 你们你不要追他了 你们俩不要谈恋爱 对 他当时就跟我说了 然后我就说 那你父母都这样说了 那我不能说什么 我总不能逼着你去做什么事情 我就说你自己决定就好 然后他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 带着手链脚链的那个大象 关在动物园里面 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就这样 他说我从来没有挣脱过那个笼子 曾经也一直都没有挣脱过 他说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挣脱了 我已经25 完了 我觉得我都不记得他多少岁 他97的 但我可能觉得他有25岁吧 对 他整个人看起来比较成熟 对 他就说我已经这么大了 我不想再像个小孩一样 我谈恋爱我都不敢告诉他们 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就告诉他爸妈 然后他爸妈就不同意 然后他不同意 他还是觉得 嗯 不想放弃我 然后他就 呃 跟我告白了 然后就答应了 然后答应了之后 然后过了几天他妈爸妈妈就又把他拉去开了一次会 就在我毕业的前一天 就是我7月1号返校 他7月1号早上本来答应了陪我去 呃 回学校的开车陪我去搬行李什么的 然后一早上起来 那个我跟我爸妈吵架 你自己去吧 嗯 然后我就OK 那你你心情好点 你自己先待着吧 就这样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 然后 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当时也没有说很生气 也没有说很难过 印象不是非常深刻 对 然后 然后到第二天 他就跟我说 7月2号就跟我说 呃 那个我我来一下你家你下来我们聊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他就一见到我就眼眶湿润 然后就我大概猜到他要讲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呃 你不管做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你 他说呃 他尝试过他努力过那他做不到 没办法挣扎不开就这样 就挣扎不开 然后我就说OK 那我尊重你 理智了之后 我觉得我还是要替他解释一下 就是说他爸爸妈妈呃是对的 也不能这样说吧 就是虽然当时我真的是我挺痛苦的 痛苦的点来自于那种呃 我从来没有被别人甩过 然后被别人甩了 然后甩的理由是这个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呃 你为什么这么听你爸妈的话 你爸妈又不是我们也 你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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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 但是但是我跟他分手以后 我们俩还有见过 我们没有聊过天 对 所以我理直过来之后 我觉得 没有错 我爸爸挺喜欢他的 因为 比学霸嘛 我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我刚刚从拉萨下来 就是回来广州 然后我当时在拉萨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俩和平分手 没有什么难过 什么伤心 直到我去了拉萨 我高反特别严重 然后我们当时也不讲话了 就有一个每天陪着你 一直聊天 讲话的人突然失踪了 然后那天下午高反特别难受 然后就跟我妈打了个电话 然后我一听到她的声音 我就在酒店的那个 那个房间里面 一边吸着氧气 一边在那里哇哇大哭 哭了二三十分钟 这个样子 然后哭完之后就好一点了 好了之后 就我妈妈觉得我们也不合适 对 所以我妈妈就安慰我 然后我后面就很平和的 自己去玩了那么多天 等到我回家 见到我爸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行 我忍不住了 然后当时 当时是我刚回去 然后我爸回家 下班回家 然后我当时在阳台 我一看到他 我就想躲进房间 但又不好意思这么明显 然后我连叫都不敢叫他 因为我怕我一叫他 我就哭出来 为什么 是因为我爸挺喜欢他的 然后我在跟他谈恋爱的阶段 就我爸爸会一直跟我聊天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男生很好的话 那你得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脾气啊 性格啊什么的 你就不能再像以前那个样子那么任性 你得好好的去把握好一段感情 要负责任 我爸就觉得我们两个得好好的处 那我那天见到我爸叫不出声 就是我一看到他 我觉得我辜负了我爸的那个 心里的那个欲亲 你知道吧 我就觉得很难受 但是又很委屈 你也没办法 对吧 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错 但是我已经猜到 我可能跟我爸一聊天 他就会说 啊肯定又是你 什么脾气不好 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个时候的 你是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些事情的 你会觉得说 我都懒得解释了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但是你又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所以我就直接 我都没有叫我爸 然后我爸还在那里说 啊玩疯了吧 回来你都不叫我 然后我自己躲到房间 一进去给朋友打个电话 哇又哭出来 就哭了两次 对 然后就拜拜 拜拜 拜拜